詹音對我們講過很久 可是每一段時間都有新的發現 讓人探偽觀止 剛剛講 找出了一個面具 那個金箔面具 跟一個人的臉 剛好一樣 也就是那個金箔 可以完全的貼在臉上 那個是等於說 是非常的這個不貼 第二個 剛剛講到的 這麼大的一個貼上面具 半個人高 你怎麼做出來 不但做得出來 上面很多小花紋 須須如生 更不用講 剛剛那個半噸出 那個姿勢 然後那個是 到了希臘羅馬時代 才有那樣的一個雕刻的概念 竟然在三星堆已經有了 甚至連後來 比卡索的解構主義 都出現在三星堆的 藝術品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像黃金面具 你可以注意到 在整個廣漢出土了八個 黃金面具 八個 八個 然後金沙遺址那邊 出土了兩個 那我們來這邊看 這一個壺 這個也許只是一個 很普通的小酒壺 可是你看這個酒壺 是不是跟我們所謂的 整個的商舟的青銅器概念完全不同 它是一個人的臉 你可以看到 所以在這個人臉 你可以馬上地可以感受到 它整個在它的藝術創作跟概念上 它吸收了東西方各種的藝術的精華 而且我們甚至 它的臉很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 而且你很難想到它是一個酒壺 這個酒壺居然可以 你可以看到可以這樣活靈活現地去呈現 把我就講說像把比卡索的解構主義都呈現出來了 那我們再來看看最典型的這個流金面具 這是最近我剛剛發現的一個突破性 幾乎是非常讓人訝異的三星堆文明的成就 怎樣 怎麼講 我們知道黃金跟銅會 然後再加上二氧化硫做成了流金面具對不對 這就是縱目的流金面具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刻意把磁鐵放在了幾個位置 這很怪嗎 當然很怪啊 流金面具 你要知道 現在我手上拿的這個黃金是沒有磁力的 黃金是沒有磁力的 銅也是沒有磁力的 這些沒有磁力的東西 它怎麼會接著 你現在看到這邊的這一塊 這是來自外太空的涅鐵隕石 這是隕石 這是隕鐵 也就是這些古文明他們用的鐵 幾乎都是來自外太空叫天鐵 也叫雲鐵 可是難的是 你怎麼能讓它局部成為雲鐵的材質 然後所有流金是不會被這個磁鐵給吸住 他們有磁力的 是完全吸不住的 可是今天我們講 今天像我們到故宮 我當導覽去講解快飯法 我們的所有的要做磨範磨範對不對 你要做個磨 然後把金屬熱溶了以後 澆進去 澆灌進去 你怎麼可能澆灌進去 讓它成為所謂的流金的 這樣一個二氧化硫還有銅的一個合金 怎麼可能它可以選擇局部來呈現它雲鐵的材質 所以你可以看到特別在耳朵 像天線一樣的耳朵部分 這個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你怎麼會 這邊會有磁力 然後眼睛的部分 塗出來的眼睛 也可以吸住磁鐵 但其他不會 其他的地方吸不住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說 它這個是有目的的 因為所有這些我們現在推廣 不管是三號 四號 七號 八號坑 一般來講應該是祭祀 那祭祀當然他們要通天神 那這個面具甚至是可以佩戴 或者可以做很多禮帽的禮器 但是為什麼他們的工藝能夠高超到 不但中間有類似的焊接合金 最高超的是它怎麼可能把澆灌進去的金屬 裡面讓它局部呈現雲鐵的這樣的材質 現在上面這個磁鐵就攜帶上面 你就曉得它這個材質當澆灌進去的時候 它是沒有辦法選擇它的位置的 浩平如果這樣去看三星堆的話 在三星堆的文明 它不會比黃河流域的文明還要來的弱 所以有人講說這會完全去改寫了華夏文明嗎 的確 這個在北緯三十度線上 它等於說 這是三十度的 對 就超越了埃及的金字塔 甚至超越了中間包括兩組文化 還有兩核文明 那麼還有古馬雅 都是在這條北緯三十度線上 可是它的不但剛才提到 它的國際貿易做得非常到位 最厲害的是它很多的美術跟工藝 科技的設計 遠超過等於說幾千年後 才發展出來的成就 好 那我比較不懂的是 你都是做青銅 為什麼只有這個地方 它的青銅的比例 像同席同籤 它完全跟臉部一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 它完全不留任何文字 我覺得這更豐富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地方有很多人居住 這個地方竟然沒有任何人類的墳墓 因為那邊它畢竟是祭祀 所以現在我們還在期待 第一個就是能夠找到 他們一般人的這個墓葬的坑 但是還有一點就是 現在包括剛才講出土的 這些絲綢上面 現在很希望能夠在上面 找到很多的文字符號 或所謂的文化符碼 在絲綢上 所以現在正朝這個方向 但是真的很納悶就是 為什麼這麼大的一個文明 但是它全部都讓藝術品 或者讓這些祭祀品自己說話 它不用任何的文字 真的已經達到像禪宗一樣 不立文字 也像金鋼金講 布卓相 那這個境界 而且它所有的國際貿易的圖 比如說象牙要從哪裡來 甚至它的玉 可能是從我們臺灣花蓮的 就是在那邊的豐田玉 它的玉是臺灣的豐田玉 其實你知道 它的貝殼來自兩個地方 一個是來自印度洋 馬爾地夫 一個是來自臺灣 另外你想 連玉都跟臺灣有關 對 因為你知道 玉在臺灣平臨遺址 就在花蓮 出土了好多的那些 挖下來的叫玉核 核心的核 就表示它當時是一個大量的工廠 而且這些玉它整個的系統 你看到當時的這個海洋貿易 非常可觀 而且三星堆現在其實 包括剛才看那個玉刀 如果可能的話 我現在就要請了林英火林仙 它是專門的 可以把悲難遺址 那個就是這個雙人受決的 那個玉能夠複製出來 我希望讓它來看 這些所有的這些玉器 它的玉刀跟我們的臺灣的玉 臺灣的玉器是可以做出來的 尤其像這個你看到 這個眼睛的部分 其實剛才看到最大的那個 就是一百三十公分寬 七十五公分高 六十公分深的 目前最大的青銅面積 它的眼睛是不是像這樣 對 對不對 你知道我們在 在這個拿臺灣玉 來雕琢貓眼石的時候 閃 它是用閃玉嘛 閃石 就是用這樣的雕